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户说Yes 那么台北股市呢 那指数的部分它在修正 那就是我常讲 我说你指数细阶段其实不用期待太多了 我已经讲了好一阵子了 所以你一直在乎指数的 一直关注指数的 你会发现好像不能做 不能操作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因为它是在个股之间 产业之间其实是有一些个股在做 它在轮动的 那轮动过程中 其实你会发现指数没动 但个股一直在动 那所以选股就变得最重要 那问题是怎么选 你轮动跑来跑去的怎么选 那问题是那个怎么选 就是我讲的 我常常讲就是这个时机嘛 你知道这个标的 它有什么概念股 它有什么题材股 它有什么受贿 它的财报预期如何如何的利多 你可以从各种面向去找寻标的 你们所谓的优质的产业 优质的个股 我们都可以把它找出来 可是找出来之后呢 买还是不买 还是要再等多久才能买 问题就来了 因为真正最关键 操作股票最关键问题在哪里 在于什么时候你要出手 你什么时候把资金投放下去 决定了你的一个获利的 获利的几率 我们这样讲 所以那个时机不重要吗 很重要 把好公司找出来之后 那出手时机在哪里 很重要 所以怎么去判断出手的时机 就是我常常讲的 我说我们做任何一笔交易 我们是确定才会出手 那什么叫确定 你一定是看到了某一个证据嘛 就是我常常讲的数据 你们看了什么 你们看了什么数据我不知道 但是我每天都跟你讲 我们看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看的数据就是所谓在筹码上面 大户在每天的筹码的集中度 有没有拉起来 你从筹码集中度去抓到那个timing 那我相信你操作股票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说你会越做越有霸气 有没有 我集中火力操作一挡就好 数据都出来了 为什么我不能买它 为什么我不能集中资金买多一点买它 数据出来再先 对不对 那我可以先布局啊 那我节目中常常跟你先预告啊 对不对 股价呢反映在后 那你先布局的股价反映在后 你才能获利嘛 获利是这样做的嘛 可是一般台面上很多分析师不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 大家都凭感觉 你要如何去凭感觉下单 你看到股价上去的股票之后 你才去追 那就是凭感觉嘛 你看到大涨的 你觉得好像会涨哦 你就去买了 有没有 看到股价上去大涨的股票 你觉得会涨 你就去买了 那就是什么 凭感觉下单嘛 所以凭感觉下单 永远是看到股票怎么样反映之后 你才有特别感觉 想要看看能不能买进会赚钱嘛 你的感觉是因为你看到股价变化嘛 可是看证据操作的呢 我说我们从交易员出身 一路走来 现在我们是分析师 所以我节目中跟你谈的 不是说这个产业 未来怎么样 估计它会如何如何 那个都不用再念那些数字啊 那个只是白白浪费一个 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时段了 二三十分钟时间跟你聊产业 浪费时间 我跟你讲是什么 我跟你讲是实际的交易 怎么做会赚钱 这短短三十分钟时间内 我要每天跟你讲 你怎么做会赚钱 所以怎么做 能够买在买在什么 股价上去之前嘛 那身为交易员 我们当初怎么做 这一路以来我们怎么做 看数据交易 交易员能够拿到绩效 是因为他的绩效来自于 他看证据交易 你懂吗 交易员要的就是什么 绩效 绩效就是一个交易员 他的一个生命 你没有绩效 这交易员是失败的 更不要讲说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分析师 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交易员 你的绩效 就决定一切 那你要怎么创造绩效 对交易员来说 他不是讲事后的 他不会在事后看到股价上去 才去做动作 那是凭感觉下单 那是分析师在做的事情 交易员做什么 我看到数据 我才出手 没有确认数据 我不出手 那代表我每一笔单 我都是确定 我才出手 那既然确定我出手了 我可不可以买多一点 我可不可以买多一点 我可不可以资金集中一点 重做的霸气 就是这样来的 重做霸气 不是我们嘴巴说 你要有霸气 你要怎么样 那霸气 嘴巴讲就有霸气吗 不会 你透过实际的交易 看数据 交易 股价埋在先 然后呢 然后呢 股价上去之后呢 获利 透过每一次这样的操作 每一次这样操作之后 你的操作会越来越有霸气 集中火力 针对对的标的 确定的标的 去做操作 所以在四月底 四月底这个标的 我是可以盖起来的嘛 折起来的 对不对 我跟你预告了 我说如果你看我节目 你认同我的做法 一档标的都没有涨 没有涨 好久都没有涨 对不对 那没有涨之后呢 我说这里这个量 它是有大户在锁单 有大户进来锁单 锁码之后 它并没有直接上去 那我跟你说 它不是不上去 而是什么 而是在锁码之后呢 换手换手了几个礼拜之后 要才要上去 那换手几个礼拜 才要上 那几个礼拜之后 什么时候会上啊 到底什么时候 换了几个礼拜了 那什么时候会上 从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赶快来买 因为准备要上了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啦 问题就在于说 你怎么知道它要上去了 这是代号多少 8099的大士科 我讲直接 就是上市归一两千家公司 你不可能突然告诉我 大士科会涨吧 你会突然会去买大士科吗 不太可能吧 那上市归一两千家 你会带客户 去买大士科的原因在哪里 更何况我不是说 叫你买了一缸子 一大堆股票 然后里面有一档 叫大士科 不是耶 我们是锁定大士科 节目中跟你预告 就是它 为什么 一两千家公司 你哪一家不锁定 你告诉我说 大士科可能要动了 赶快先来提前布局 一定是有背后的某种原因嘛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身为交易员 我说我们 我们怎么做 看证据 看数据 什么叫证据 什么叫数据 讲完之后 有来布局的 后来有没有上去 股票会莫名其妙拉涨停吗 股票会莫名其妙拉涨停 不会 背后一定有原因 是不是上去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上去前 我跟你预告 怎么会这么准 这么厉害 没有 只是因为我们看数据交易 只是因为我们看数据交易 懂吗 数据出来了 那代表什么 准备要发动了 所以在大量锁码之后呢 几个礼拜之后 数据进来了 有没有 那代表什么 要上去了 所以我做节目 我提前预告 我邀请你先来 所以看完节目 有来的认同我们的 基本上你买在这一区块 买个100万 买个80万 随便你买 我说过了 100万以内的资金 去买一档标的 100万以内资金 通通就是买一档就好 你有150万 我建议你就100万资金 买一档标的 你有70万 就70万资金 全部买一档标的 因为我给你的标记是确定的 确定的 我们才出手 没有数据 我不会做交易的 然后就上去了 又涨停 一段就上去了 有没有 这样就赚多少 你有电话拨通 你有过来的 30万 秘书亲自通知你买进 你绝对买得到 30万 又要工涨停 再创波段新高 这样断多少 40多万 你100万进来买进 这一波上来 100万快要变150万 今天指数拉回休息 我们看上面一幕 今天又一路走高 又一路走高大涨 大势科 然后指数呢 却在重挫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操作是有逻辑的 是有方法的 是看数据的 当你这样操作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有 真实的获利绩效 所以我说 身为交易员跟分析师 真正的差别在哪里 分析师是要讲一些 让你想听的 你喜欢听的话 可是我们交易员 我一切看数据交易 可以做就做 不能做不要做 千万不要做 不能做 连一张你都不要做 一股你都不要买 一切讲究证据 因为我们交易员 我们讲究的是什么 我们要了什么 就是数 就是绩效 绩效 就是交易员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交易员出身 我们做交易员 能够做到分析师 原因就是什么 你的绩效 绩效就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绩效的交易员 他会被淘汰的 更不要讲说 你能够做到分析师 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绩效呢 我已经讲过了 看数据 筹码的集中度 OK 数据会先出来 然后呢 股价在后 那你可不可以提前先买 那既然我可以提前先买 我就会请客户怎么做 集中资金做 100万以内之间 就是买一档就好 你不要买多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好了 预告完之后 4月底的嘛 然后他就上来了 我又跟你讲说 那今年5月份呢 5月份我认为第一档 要上去的标的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 要上去的哦 有没有 5月第一档会上去 我觉得有一档股价 代号6开头 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那既然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你可以先来买嘛 明达一 代号6527 眼科诊断型的高阶衣材 去年EPF4.82 今年第一季就YOY 营收YOY就超过五成 盛宏大股东 明基集团的大股东 就上去了 那为什么我又可以提前 先跟你讲 因为数据进来了嘛 有没有 筹码集中度0.29 0.84 1.12之后 又归零了 又没有数据了 然后又0.07开始 代表什么 要上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绝对来得及 绝对有钱赚 你绝对赚得到 这样上去 有人100万赚多少 赚超过35万 有人100万资金 就赚超过30万 就一档而已 就一档 所以为什么 我说资金集中 资金集中 因为你这样做 你赚很快 而且你真实拿得到 不要再把资金分散了 因为一直来 就会有一些 一些观念给你说说 好这我们要把资金分散 分成五等份 十等份 分散投资 分散风险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冒险 所以你要分散风险 那你一直冒险 代表什么 你对你每一档标的 你要买进 你都不确定 那你不确定 你当然有 背后当然是有风险嘛 那所以你就干脆买 买少一点 不敢买多 那下一档标的 你又不敢买多 因为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买完之后 是不是真的会上去 所以呢 干脆我们把资金分散好了啦 分散嘛 我分散 我总可以 讲求成功率了吧 到头来是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什么成功率的 操作股票 你不能跟我讲成功率哦 我今天把一百万资金 拿去分成十等份 那成功率 如果是六成 那另外四成赔的钱呢 你可以控制他赔钱数 赔钱数目吗 会不会稀释掉 你前面那六成的获利 操作股票 不是几率 你要很肯定 才能下单 你既然肯定 是因为你看到了数据 你数据都看到了 你还不敢做 那你要怎么做 好不好 然后呢 明达一上去 那我说没关系嘛 我们一个一个来 一档一档来 一次一次做嘛 五月会很棒的 有没有 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一档三开头股票 数据先来了 可不可以买 我就邀请你一百万来买嘛 一百万来买 一百万来买 尽心努力 一定会共创双赢 你我 我们共创双赢啦 立志 就上去了 那你怎么 我又回到老问题嘛 就是我讲的 上次贵一两千家 你怎么突然 跟我说三四八三立志可以 更何况哦 更何况是什么 它上来之前是这样的下来 它是先杀下来才上来的哦 那你怎么跟我说 立志可以买 一样嘛 数据有没有出来 集中度 有没有出来 平时都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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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四月十九号这个小红K 到隔天四月二十的黑K 到四月二十一的长黑K 连三天 长黑都有 有没有 集中度都从1.23 0.12到0.34之后呢 这段时间又归零了 又归于平静了 直到五月四号再一次 0.38又来 又来了 你就知道了嘛 要上去了嘛 那懂意思了吗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先跟你讲 因为数据在先 股价呢 在后 所以每一笔交易 你都有凭有据 有人赢20万了 100万赚超过20万 所以五月份其实 其实不是五月份 四月份三月份的问题啦 是 是你的做法的问题啦 你会发现 其实到头来是 你的做法的问题 再来 昨天我提醒你 有一档标的 我们注意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操作一段时间啦 那我昨天再提出来跟你讲 我们正在注意它 因为我认为它 要创高要冲上去了 那其实来 有来见证的 都知道是哪一档 这昨天我跟你说 我们正在注意六代号 开始六XXX 对不对 我邀请你来电见证 操作不能凭感觉 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这是我每天跟你讲的观念 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对不对 来 今天看扣讯 来我们看近的 我们在四月底 开始操作锁定的 6689的一云股 碳盘查商机 将要开始贡献营收 云端业务也一路看争 昨天是五月九号 昨天集中度 再度出现拉高 有没有 所以我昨天跟你说 我们在注意这个标的 6689的一云股 今天股价怎么样 大涨 再创波段新高 四月底 我们就开始操作了 只是昨天 只是昨天的一个集中度 再度出现拉高了 所以我昨天节目中 跟你预告 要注意这个 要注意这个 6689 今天一大折就冲上去了 逼近涨停板 碳盘查系统服务 年终将开始贡献营收 再加上云端的营收 一路看争 股价大涨 创高 创高 好啦 来说明一下 我说四月底 我们就开始操作 因为在四月二十号 这里都不用管它 这里你都不用管它 所以做股票就是这样 有凭有据 你会去操作一云股老话题 再讲一次 上市过一两千加米 不可能莫名其妙 在四月二十号开始 去看6689一云股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四月二十号开始 怎么样 它杀下来 这种股票没有人要看的 对不对 它向下杀你怎么去看 就跟刚刚的励志一样 向下杀你怎么去看励志 那绝对是因为你看到 有什么原因 让你去看它 你知道这个股票 准备找哪一点 为什么 你看下面 4月二十号这一天 集中度有没有拉到0.83 黑K 留上影线 隔天长黑 有没有 0.11 你说股市有没有去 对不对 这叫下杀 人家来进货 下杀进货 428 0.84 有没有 归零之后 再一个0.84 4月28号这一天 各位 可不可以进场 所以从4月底开始 隔天冲高 再三天下来 有没有 再三天下来之后呢 直到昨天 5月9号 昨天 5月9号 是不是 0.61 今天创高大涨 逼近涨停 所以我昨天跟你说 有一段股票带到6开头 创高了 从4月28号 冲上去 休息 昨天再一次 5月9号 今天又再冲上去 这个标的已经从这里 拉上去 那事实上是从4月20号 就有动作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股票你看 所以为什么我们赚钱 为什么我们赚钱 当时价格在130左右 从130 今天高点到155了 130 已经到155了 那这个都不要讲 就讲昨天 到今天就差10块了 一张就差1万了 所以股票 是不是不能凭感觉 是不是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是不是这样做 你会越做越有霸气 不要乱做各位 有方法的 要赚钱有方法的 下一笔交易 我说了 现在大盘在震荡 个股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你都搞不清楚 该买什么 对不对 或者你根本不敢动了 不用担心 一切看数据交易 今天把电话拨通的 投资朋友 我们会安排 你如果说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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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见证一下 我想认证一下 我可不可以接电话 秘书打电话给我 带我买进 如果想要接秘书电话 亲自带你买进 而且保证会成交 一定买得到 你放心 看数据 接电话 买股票 秘书亲自通知你的 有兴趣的 要认证一下 见证一下的 请你今天播电话 我们待会再回到 节目现场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所以你看每一笔单 每一笔的交易 我都会告诉你 为什么 你买股票 背后一定有原因 你为什么在几月几号 那一天 什么价格 你开始买进 那个原因是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 因为它基本面如何如何 基本面其实是一直 摆在那个地方的 你为什么在基本面 一直摆在那个地方 一直没有变 没有改变的过程中 你突然在某一天 才去买它 你懂吗 这是关键 可是所有的分析师呢 跟我们交易员 我们交易员讲的是 我为什么在那一天 开始买它 可是分析师跟你讲什么 因为它什么利多 什么题材 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买它 奇怪不对啊 那个利多 那个题材 那个概念 是早就摆在那个地方了 你早不买 晚不买 你说你那一天 买完之后喷嗓停 你相信吗 所以我问你嘛 你过去有没有 报名什么什么团队 然后那个老师 每天上节目 跟你讲大道理 讲产业 讲基本面 正经为座 讲得非常专业 讲数字 讲财报 然后你报名之后呢 跟你讲的不一样 跟他节目讲的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讲的 每天讲产业的 就是分析师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告诉你 他为什么在 这场标的的某一天 你在那一天 为什么在那一天出手买 你懂吗 因为那一天出手买 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基本面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 早就摆在那里固定的嘛 你是散热族群的 难道是我买那一天 他才变成散热族群吗 不是嘛 那散热 散热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那一天才去买 因为我看到数据了 你懂我给你的概念吗 你要赚钱 你要认真听 来 听得懂的 赶快来 赶快来赚钱 为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股票上去了 因为数据嘛 数据先出来了嘛 股价才随后上嘛 立志 散热 伺服器 5GGD才散热嘛 问题是这个散热题材 是5月8号这天才来吗 5月7号才来吗 还是5月10号 不是 是早就在 大家早就知道它散热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跟你讲完之后呢 就上去了 因为数据在先嘛 股价在后嘛 那没有数据 这里没有数据 你要我去买它 不可能嘛 这样懂了吗 所以你为什么 会在哪一天 开始去买它 原因是什么 那你赚到钱 是你应该赚的嘛 所以我们身为交易员出身 其实我们跟别人的分析师 不一样 就是我们讲 我们做一切是有道理的 是有原因的 我把我们 为什么在那一天 买它的原因 或我跟你预告的原因是什么 我让你知道 那这样我们都可以 数据在先 买在先了 股价呢 耳后上去 那请问你 你可以有帕西一点 我给你的标的 你就买多一点 我就讲了嘛 也不用很多了 一百万以内之间 去买一档就好了啦 那是不是可以 那你七十万之间 六十万之间 可不可以买一档 可以啊 不要买一堆股票 那是没有用的 做股票不是去买 不是去比赛说 我买比较多档 你买比较少 不是 是你能不能在 最集中资金的 一个操作模式之下 拿到最大化的获利 最快速的获利 这才是操作股票要的 我们所追求是这个东西 可是问题是 你的做法是什么 看数据操作 看证据做 不要凭感觉 好不好 我们最新标的 下一笔最新交易 要带你进场的时候 有兴趣要接到电话 我们会密书 会亲自电话拨通 带你操作 要接电话 买进的 请你现在拨电话 赶快加油 好不好 尽心努力 我们共创双赢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